大家好,欢迎来到HMS生态系统大讲堂 今天我为大家讲解的是 华为运动健康服务HealthKit 这是HMS生态系统中新增的一个服务 为开发者带来运动健康数据开放能力 本课程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大家简单介绍华为HealthKit是什么 有哪些能力,如何帮助开发者 第二部分给大家演示如何快速开发集成HealthKit 本视频基于华为HMS4.0版本 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一部分 这一部分包括两个小节 HealthKit的简介 以及接入HealthKit需要注意的说明 接下来进入第一小节 在这一小节 我将为大家介绍华为HealthKit是什么 HealthKit接入后的使用场景是怎样的 HealthKit的关键功能有哪些 以及HealthKit的优点 华为HealthKit致力于成为每个用户的运动健康数据平台 就能力而言 运动健康领域的应用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提供运动记录健康监测的应用 它们通过各种硬件设备收集数据 如跑步机 运动配件 智能手环 智能手表 血糖仪 体脂秤等 通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数据采集的用户来说不是刚需 用户粘性很难保持 另一类是直接为消费者提供运动健康类专业服务和内容的应用 这类应用的用户年纪一般比较高 而且它们恰恰需要准确丰富的运动健康数据 为它们的服务提供支撑 这两者之间需要一个中间键 为它们建立一个可靠安全的连接 同时运动健康数据对消费者来说是高度隐私的数据 它们需要确保自己能够充分掌握这些数据的访问和写入权限 于是华为HealthKit 基于华为手机中的HMS Core 为每个手机用户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运动健康数据平台 由用户自己控制数据的访问和写入权限 HealthKit为开发者提供端云两类接口 对接到用户的运动健康数据平台 并且支持访问用户手机机部传感器 以及通过蓝牙协议连接到用户手机的心率传感器 实际场景中集成HealthKit的APP使用体验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假设这里有一个三方APP 这个APP希望用户每天完成一定量的运动 那么他能如何实现运动健康数据的获取呢 如果不集成HealthKit 那么用户的交互过程就是 先获取用户授权 然后采集访问和使用数据 但这种情况下 开服者只能从手机上获取技部传感器的数据 或与其他硬件设备厂商合作 开发工作从采集数据到使用数据 整个过程全部需要自己开发 而集成了HealthKit 交互只增加了一部华为账号登录授权 而对开发者来说 开发工作只能下调用接口和使用数据的开发 大大减少了工作量 HealthKit为开发者解决了 运动健康数据使用前的获取用户授权 数据存储 数据保护等核心问题 开发者需要做的 只是集成HealthKit的调用接口 即可实现大多数场景的运动健康数据相关功能 有趣的是增加的用户授权这个步骤 恰恰能够给用户带来一定的数据隐私安全感 那么HealthKit具体可以为开发者提供哪些能力呢 除了获取用户权限 数据存储 数据保护外 HealthKit为开发者提供四大关键能力 帮助开发者使用运动健康数据 1.自动获取外设传感器的实时数据 HealthKit为开发者提供接口 是三方APP可以让用户选择绑定外设传感器 并自动获取传感器采集的数据 目前支持手机机部传感器和蓝牙协议设备的心率传感器 2.持续记录运动数据 能够获取到外设传感器的实时数据之后 三方APP还需要把数据持续记录下来 才能生成一项运动记录数据 HealthKit为开发者也提供了自动记录数据的接口 3.创建和管理运动活动记录 要生成完整的运动记录数据 应用需要在记录传感器数据时 同时把用户在做的运动类型标识打在数据上 才能说生成了一项某某运动数据 HealthKit提供这样一个接口 帮助快速创建和管理运动活动记录 以避免数据紊乱或丢失 4.操作历史运动健康数据 HealthKit开放了16项运动健康数据类型 每种数据类型对应访问写入访问并写入三种权限 用户为开发者的应用授权后 三份APP即可通过HealthKit提供的接口 对相应数据类型的数据进行操作 对开发者来说 运动健康服务有五大优点 一.跨应用的数据访问 集成了HealthKit经过用户授权后 来自各种各样APP的运动健康类数据 都可以写入运动健康服务 HealthKit会对这些数据做融合 从而形成围绕每个独立用户的完成数据集 并且这些数据可以通过用户授权 开放给开发者的应用 这一特点 对于有能力采集用户数据的APP来说 也有帮助 它们可以通过用户授权 获取到用户更完整的运动健康记录数据 这样 它们可以超出自己的监测场景限制 与更多应用实现数据互助 二.数据向原子化开放 运动健康服务中存储的数据 将以精细维度分向存储和开放 开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APP需求 向用户申请相应权限自由组合数据 应用到自己的APP中 三.数据安全隐私合规 华为运动健康服务对写入的数据进行多重加密保护 确保用户个人数据安全 同时遵循欧盟GDPR等隐私相关法律要求 保护用户隐私安全 四.支持端云两种场景开放 HealthKit提供Java API和Rest4 API 满足应用多样化的介入需求 五.覆盖广 华为运动健康服务支持全球170多个地区的用户使用 基本满足应用全球分发的需求 了解了HealthKit的能力和优点 那么在介入之前 你还需要了解一些注意点 第一HealthKit在以下条件下可以正常使用 一.用户手机本地适配HMS APK 4.0G以上版本 二.华为手机EMUI 8.1G以上 目前HealthKit云服务 在我们网单上列举的170多个地区是可用的 我们也会积极增加更多地区 对于没有列举在网络上的地区 所有数据只能保存在用户本地 第二点 华为HealthKit的官网上 有详细的服务介绍 接入指导 API参考 视力代码 以及SDK下载 等详尽信息 您可以访问页面上展示的网站 阅读文档 以获取更多的信息 同时 如果您有开发方面的问题 也可以通过客户服务 把您的问题详细描述 反馈给我们 我们会在24小时之内为您答复 通过前面的学习 相信大家对HealthKit 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那么 如何集成HealthKit呢 接下来进入代码实践环节 我将手把手教您 如何在APP中集成HealthKit 讲解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1.样力概览 2.开发准备 3.HealthKit集成 样力概览 这里我们会提供一个基础开发样力 开发者只需要完成相应的代码片段补充 编译后生成APP在手机上安装 完成登录并授予一定的权限后 就可以实现实时进步的功能 该功能会在UI界面上呈现出 实时步数曲线 总步数 步屏 以及卡路里等信息 主要页面如右侧 分别是 华为账号登录授权页面 当第一次启动样力时 会向华为账号中心申请 华为账号登录授权 该授权一次申请 永久生效 以后再次启动时 就不会显示该页面 健康数据读写授权页面 该页面包含若干 运动健康数据读写授权选项 选项分为三大类 分别是 某健康数据止读授权 某健康数据止写授权 以及某健康数据读写授权 其中 读写授权会覆盖止读授权和止写授权 该授权同样是 一次申请 永久生效 再次启动时 同样不会显示该页面 样力主页面 当需要的权限授予完毕后 即可进入样力的主页面 晃动手机后 即可看到实时部署等健康数据相关信息 开发准备 华为HealthKit 是HMS生态中运动健康领域的一个开放平台 三方APP可以借助华为HealthKit开放平台提供的运动健康数据 开发自己专有的应用 其中的华为HealthKit Cloud 是华为HealthKit开放平台的云测实现 它保存了用户的所有运动健康数据 并向华为HealthKit提供数据读写能力 最重要的是华为HealthKit Cloud 保存了用户的所有运动健康数据 这个含义是无论用户有多少运动健康信息采集设备 运动健康的数据都会统一存储在华为HealthKit Cloud 比如毛用户上午带着手机走了1000步 中午带着运动健康手表走了1000步 下午同时带着手机和手表走了1000步 晚上拿出平板电脑 他就能看到他今天一共走了3000步 华为HealthKit Cloud会搜集并融合 所有通过运动健康信息采集设备上报的运动健康数据 给用户一个统一的呈现 华为Health SDK是提供给三方应用开发者使用的架包 准确说是AER包 用于和华为HealthKit对接 三方APP在使用中只需要在工程中集成该AER包 即可通过指定的接口获取运动健康数据读写能力 华为HealthKit是华为HealthKit开放平台的端测实现 必要时由HMS靠动态加载运行 是端测的常驻服务 所有由三方APP通过集成的华为Health SDK发起的请求 如运动健康数据读写请求 都会通过跨进程通讯能力 如IDL发送到华为HealthKit 华为HealthKit在端测含有一个专有数据库 如果请求的数据在该数据库中存在 则直接读取返回 如果不存在则会向华为HealthKit Cloud发送读取请求 华为HealthKit存在的意义是 以常驻后台服务的方式实时获取运动健康数据 并向若干三方APP提供统一的数据访问能力 而不是每一个其他三方APP 为了实时获取运动健康数据 都去实现一个常驻服务 这样能达到统一数据模型 结成内存资源的目的 华为HealthKit的使用流程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一、初始化流程 有三方APP向 HMS账号SDK发起 账号登录授权申请 以及数据读取权限申请 该过程不和华为HealthKit交互 二、注册实时数据征听流程 有三方APP向华为HealthKit 注册征听器用于获取实时数据 三、读取实时数据流程 通过已经注册的监听器 实时获取运动健康数据 四、关闭实时数据监听流程 移除注册的监听器 当程序退出或监听器页面 关闭时使用 注册华为HealthKit的服务 为了使当前开发的APP 可以使用华为HealthKit提供的服务 需要先注册申请华为运动健康服务 登录开发者联盟网站 完成添加账号服务创建应用 以及申请账号服务等操作 详细操作步骤可以参考 开发指南网站中的运动健康服务 应用开发 开发准备中的服务揭入章节 具体网址如该页面 添加华为账号并创建APP等步骤 大家可以参考该页面 请求数据访问权限 根据业务需求 选择当前开发的APP 必要的数据访问权限 同样登录开发者联盟网站 申请接口使用权限 详细操作步骤可以参考 开发者联盟网站中 运动健康服务 应用开发 开发准备中的 申请接口使用权限章节 网址如下所示 具体操作 大家可以参考该页面 当这步操作完成后 记得实时关注申请流程 是否审批完成 审批未完成 会导致三方APP的账户 会一直无法登录 HairsKit继承 该样力继承HairsKit的步骤 主要有以下几步 1.下载样力工程 并解压缩到本地 网址如下所示 使用Android Studio 打开下载好的样力工程 此时会自动同步一次工程 或者可以手动点击同步 同步过程较慢 需要等待约20分钟左右 同步完毕后 开始编译工程 该过程依赖网络情况 速度较慢 约等待5分钟左右 现在编译成功 3.根据实际情况 修改包名为 自己在开发者网站 注册的包名 包名更改完成后 为了保障当前开发的APP 能够正常使用 华为HairsKit提供的服务 需要把申请到的APPID 配置到工程的 AndroidManufest.xmail中 详细操作 详细操作步骤 可以参考开发者联盟网站中 运动健康服务 应用开发 开发准备下的 集成HMS SDK章节 网址如下所示 具体操作 大家可以参考该页面 4.拷贝在服务节目中 生成的签名文件 如Happysport.gks 到工程的目录 HairsKit道下 没有该目录 可以新建一个目录 然后在APP目录下的 BuildingGridal文件里的签名位置处 添加签名文件的配置相关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 签名文件密码等信息 需要根据自己在生成签名文件时 设置的值来配置 5.再次编译工程 编译成功 6.通过Mainment方式 导入HairsKit包 当前工程获取的版本包是 4.0.0.350 可以根据需要 修改工程下APP中的 BuildingGrid文件 7.在Android Studio中 再次同步一下工程 同步成功 此时一个HairsKit空工程 准备完毕 下面添加HairsKit相关代码 8.添加登录代码 登录代码请参考如下页面 将代码拷贝到TodoLogin处 此处添加的代码 此处添加的代码会先检查是否已经登录 如果未登录 则会触发登录过程弹框 让用户授权确认 9.添加请求用户授权代码 将代码拷贝到TodoAuthorization处 样例中请求了全部的授权 10.添加两处注册实时数据监听代码 10.添加三处注册实时数据监听代码 会监听手机机部传感器上报的数据 并通过MListener回调处理 11.添加实时读取传感器数据代码 12.添加关闭实时数据监听代码 当点击关闭按钮后 样例APP停止接收HealthKit上报的数据 13.再次编译工程 编译成功 此时所有代码添加完毕 编译并在手机上运行样例APP 即可看到样例界面 晃动手机可以看到运动健康数据的变化 到此集成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